还在富比市最新的排行榜 拿下全球最赚女星 第五名的大陆女星范冰冰 即将在古装新剧当中 扮演全中国第一位女性的企业家 没有想到这最新的剧照一曝光 一身白衣 这竟然是引发大陆网友的批评 认为造型根本不符合中国的历史 反而像是日本的古装造型 不仔细看 还以为是原事物语 人道竟然不明白 人不可貌相的道理吗 大陆女星范冰冰主演的《五妹娘传奇》 在两岸三地创下高收视率 今年还在日本电视台播出 古装造型唯美的她 将在新剧《迎天下》中 扮演中国第一位女首富 也是先秦时期一位女性企业家巴青 但最新剧照曝光后 竟引发网友争议 台报中范冰冰身穿白衣 戴着官帽 眉目清朗 颇有林青霞东方不败的印起 不过熟悉先秦历史服装的网友们 就坐不住了 纷纷吐槽道 先秦时期的人哪是穿这样 韩式妆容日式服装 网友表示 秦朝的服装色彩是以黑红灰为主 认为范冰冰一身白衣 跟中国历史根本不搭 直批剧组造型 没用心研究历史 同时范冰冰戴的帽子 也被网友们指出 神似日本官员特有的垂音官 中国网友认为 范冰冰新剧照 不但和主演原事物语的 日本女星天海又西撞衫 就连照片背景都神似日本象征的 樱花和大阪天首歌 如果不仔细看 还以为是日本古装剧 原事物语 做了很多造型的尝试 都觉得不够土 也觉得不够接地气 银天下是由五妹娘原班人马所打造 更强调场景造型 要比五妹娘来得更华丽 要让观众大饱眼福 不料剧照才一曝光 就引发中国网友的反日情绪 恐怕始料未及 记者黄鑫如 林俏卿综合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